大家好,我是裴薇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很快速的日常妆 对,也是某天我要出门前 做的一个记录这样子 化妆前呢,我会先使用 碧尔泉的奇迹火源精露 但它非常的保湿 使用前要摇一摇 然后冬天很容易干燥 所以我通常都会用这一瓶 在化妆之前 隐线眼镜呢,是用惊艳日泡 粉底没有录到 我是用Nix的高清粉底 接着呢,我就会来遮瑕了 是用Solone的完美遮瑕膏 比较橘一点的颜色 我就先在我的眼下做一个遮瑕 CP值超高 很保湿 又可以有效的遮瑕 给大家看一下两边的差异 明显的右边就是比较明亮一点 蓬蓬的感觉 接着呢,我会再用亮一点点的颜色 在眼下呢,大概一个三角形吧 就是会再把它打亮一点 让整体看起来比较有精神 用笔画好之后,我会用手再轻轻把它推一下 就完成啦 接着呢,我就去用粉饼 大概刷一下脸做个定妆 好,再来今天我用的是 TOOFACE NATURE LOVE 非常美丽的眼影盘 它看起来颜色好像都很深 但其实它没有想象中这么的显色 先在后方做一个漸层的深色 然后再用我最喜欢的红红橘橘 然后再做一个漸层 然后再用比较亮一点颜色在眼窝中间打亮 然后呢,再用深色把眼尾跟眼头加深 这样就会变得比较有层次一点 看起来眼睛也比较深邃 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眼睛好像太大了 有时候一个画太重就会长得很恐怖 你看不是很深吧? 显色度没有想象中这么好 它的粉质是很细的 所以画出来质感很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那个眉笔 是在化妆用品店买的 它是拆线眉笔 然后最近我有把它拿出来用 觉得其实还蛮好用的耶 然后我会先抓出 我会先从下方开始画 然后抓出那个眉峰的位置 然后画眉毛呢就是慢慢的画 再抓出眉头的位置 然后还有一个小payball 就是我最近发现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镜子都很近嘛 这么近的画眉毛 其实没有办法看到整体 我最近我会看到半深左右的距离 然后来画眉毛 就会画得比较好 画完之后再用眉粉 就是再把中间需要空隙的地方把它填补一下 然后也再修一下 因为每个人的脸都是 几乎不可能是真的都对称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的眉毛画得有一点点歪 但是也还好还可接受程度 然后再来就是要用眉粉 再做一个修饰 鼻影的部分 然后也是都是慢慢的修 轻轻的 轻轻的画 不然会不小心变乳花 对 稍微修饰一下 然后接着是用 我是用恋爱魔镜的眼影来做打亮 因为我之前突然发现 这个珠光色非常适合打亮 细致的打亮 再来就是用SOLONG的腮红 就是淡淡的这样子 淡淡的粉红色 再来就是用修容把腮帮子的地方稍微修饰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我又拿出了眉笔 在下眼线跟上眼线 内眼线的部分做一个加深 因为我觉得这支眉笔真的太万用了 都可以用 然后再来就是用我们的那个眼线椅 在眼睛三分之二处往后延伸 那个眼尾拉伸画法 眼型看起来比较 比较没有这么圆 就平常很爱这样画 然后夹个睫毛 然后这个这个睫毛膏 最近好像又出了一个紫色的 但我真的觉得它很好用 你们看两边的差异 是不是整个飞起来 它就是飞起来的 睫毛飞起来 挺浓俏 跟它的名字一样 耶 再来 两边画好之后呢 就是 我在干嘛 下眼线 下眼线呢 我会再用眼影 再稍微加深一下 还有眼头的地方打亮一下 再来就是用露华龙的六三连 嘿 红色 酒红色 那里面先擦一擦 明一下 就有一种 自然的感觉 就稍微擦个内部 然后明一下 就完成了 我的快速日常妆 这整个妆大概 大概20分钟完成 算蛮快速的 好的 那我今天的妆容分享 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一个订阅 或许多可以留言给我 那就先到这里咯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拍不过 ores